祝大家圣诞快乐 愿天使头一个圣诞夜所宣告的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实现在你和你的家人身上 祝你在这个圣诞节经历到神所有最好的 他拥有最好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愿耶稣发生在你身上 这就是圣诞节的目的 并不是光彩的你知道灯饰购物还有礼物 我度假去的一些国家在圣诞节期间 他们真的用灯光庆祝圣诞节 甚至圣诞颂歌 但圣诞节的目的已被遗忘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赚钱的时候 利用这个季节这样大家会花更多的钱 朋友们我们需要记住 圣诞节的目的是神爱你 拆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婴儿将士在圣诞夜 因此让我们从圣经的圣诞节部分开始 路加福音二章六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约瑟和玛利亚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注意圣经说当玛利亚生产时 他们在伯利恒 但他们原本住在以色列北部的拿萨勒 因为他们其实是伯利恒人 他们属于伯利恒 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大魏王本人 玛利亚和约瑟都来自王室 大魏不同儿子的后代 如果你追溯他们的家谱 一直到大魏的儿子们 不同的子嗣后来生出约瑟 然后还有生出玛利亚 他们属于皇室协同 谁会想到在那段时间 外邦皇帝的命令 奥古斯都凯撒 尤利乌斯凯撒的继子 他下令当时整个罗马帝国都要征税 要求他们需要回到出生地 在那里保护缴税 对当时活在罗马统治下的人 进行人口普查 当时以色列在罗马统治之下 谁会想到一个外邦人 非信徒的命令 尽管他是皇帝 但是非信徒 神甚至可以用世上的执政者 来完成他的计划 我们在这情况下看见了 玛利亚和约瑟 发现自己在伯利恒 大多数女性在怀孕 最后阶段不想旅行 但玛利亚在怀孕后期 由于罗马的统治 他们不得不去到玛利恒去 他要生产的时候到了 他生下了儿子 他的长子 圣经说我们的主耶稣 何等美好 他出生在正确的时间 圣经说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希腊文是得着儿子的身份 儿子的名分 神的儿子成了人子 好叫我们人之子 能成为神的儿子 哈利路亚 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他不只是出生 他不只是出生在这个世界 他生来为了死 这就是神对人 对人爱的计划 自从人犯了罪 第一个罪 是亚当犯下的 他把罪带到人身上 罪在血中 罪在血中 世代相传 但耶稣 有童女所生 最近 最近 我们明白 胎儿没有 没有 透过胎盘 接收 母亲的血 没透过胎盘 胎儿 只从母亲那里 得着营养 但不是血 没有一滴 母亲的血 进入胎儿 这太神奇了 因为 如果玛利亚的血 玛利亚是有罪的 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她是了不起的女人 但她的血液中仍有罪 她不能把血 转移到她 怀着的婴儿身上 因此 圣经说 耶稣 有童女所生 天父 把耶稣 放在 童女的父中 哈利路亚 在那里 她从母亲那 得着供应 但没得到血 耶稣的血 以马内利的血 都是从天父而来的 Amen 那血 在它里面 要在十字架上流出 为什么 因为圣经说 因为活物的生命 是在血中 神把这血赐给你们 所以能赎罪 只有血 才能洗净我们的罪 有罪的血 无法洗净 有罪的血 我的血 不能洗净 你有罪的血 Amen 一定要是尊贵 无罪的血 是神自己 成为了 成为了肉身 他之所以成为婴儿 好 是因为 他必须以人的形式出现 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宝血 所以 他的死 不是偶然的 不是像一些人说的 耶稣被谋杀 不 耶稣来 是要死的 事实上 在时间到之前 你知道 没人能逮捕他 没人能阻止他 没人能阻挡他 事实上 没人能杀死他 其实 人试图杀死他的例子 不止一次 有一次 在他的家乡 拿萨勒 他们试图 把他推下悬崖 圣经说 他从他们中间走过 还有一次 他们捡起了石头 在那个时代 犹太人的死刑 是用石头砸死 他们拿起石头 打他 他们声称 他是亵渎神 但他从他们当中走过 死亡不能碰触他 为什么 因为死亡来 是因为罪 而耶稣没有罪 哈雷路亚 他的血里没有罪 他里面 没有罪 圣经说 他并没有罪 他没犯罪 在他里面 没有罪 然而他死在十字架上 如同他是最糟的罪人 为什么 不 他 他代替你而死 他代替我而死 他的血流出 洗净我们的罪 哈雷路亚 因为神已经赐下血 来救赎灵魂 Amen 这就是为什么 当耶稣三十岁时 来到约旦河 施洗约翰说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 我喜欢这个 不是遮盖 旧约中 羔羊 羔羊流出的血 一次遮盖 遮盖罪恶一年 会遮盖另一年的罪 但不是真正的代价 直到神真正的羔羊来了 神用施洗约翰来指出他 何等的特权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 这一次不是遮盖 各位 是除去 被遮盖 就是赎罪 就是赎罪 但这一次 耶稣基督的宝血 将罪除去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 罪孽的 哈雷路亚 这就是为什么他来 以肉身降临 请注意圣经说 当他出生时 他的母亲 用布包起来 放在 马槽里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看见的圣诞节场景 马槽 从我们西方视角来看 就像一个 骨仓 木制骨仓 但其实更像是一个洞穴 他 他不是 不是出生在马槽里 他被放在马槽里 马槽不是骨仓 不是洞穴 在耶稣的时代 实际上是 一种从岩石上 凿料槽 我们有一张来自以色列的照片 这是古老的喂食槽 耶稣就是被放在这样的马槽里 是一个岩石马槽 他们会把 你知道 粮草和干草 放在里面 然后动物就可以 从这里头吃 耶稣被安放在这里 象征他来是 为着死 因为 如果你看这个马槽 这个 石头马槽 你会看见 如果你参观 以色列的耶稣坟墓 你会发现 是空的 哈雷路亚 注意相似之处 Amen 也像一个马槽 他出生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这就是 他被安放之处 各位象征 这个因而来 是为要死 这是神羔羊 是神的真羔羊 他将除去我们的罪 朋友们 你生命中一切的烦恼 你感受到的忧郁 一切心痛 愤怒 你知道 和怨恨的感觉 你在世上 看见的自私 是罪的结果 罪带来 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 耶稣死的原因之一 就是 胜过 胜过死 他的死 摧毁了死亡 哈雷路亚 他在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耶稣为你我 胜过死亡 赞美主 他不必为自己 胜过死亡 他没有罪 圣经说 因为罪的功架 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里 乃是永生 圣经说 耶稣有肉身的 原因之一 让我读 圣经 希伯来书二章 第十四节 儿女 既同有 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 亲自成了 血肉之体 什么意思 代表 他自己 像你我一样 有血 有肉 特要 借着死 神 不会死 但如果 神变成人 人会死 对吗 所以在这里 特要 借着死 他也照样 亲自成了 血肉之体 特要 借着死 败坏那 魔鬼 那 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特要 借着死 败坏那 长死权的 就是 魔鬼 结果是 并要释放 那些 一生 因 怕死 而为 奴仆的人 今天 人类的恐惧 最大的 恐惧 其实是 对死亡的恐惧 他们可能会害怕 这 新冠病毒 等等 与其说是 恐惧病毒 不如说 担心病毒 可能 导致的死亡 这才是 人所恐惧的 其实 不是怕 飞行 对吗 而是害怕在 飞机 失事中 死亡 这是人们所恐惧的 对死亡的恐惧 超过一切恐惧 是一切恐惧之母 这种恐惧 是因为 亚当的罪而来 借着血液 在世代中传播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你知道 自从亚当犯罪以来 圣经说 人 成了罪人 我们犯罪 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们天生是罪人 存在我们的血液中 这就是为什么 神爱的计划 神拯救的计划实行 神是第一个预言的 圣经中的第一个预言 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后 神对魔鬼说 那时魔鬼占据了蛇 欺骗亚当和夏娃犯罪 神对魔鬼说 这是惩罚 是一个预言 神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我们知道 那妇人的后裔 Amen 男人才有 这里已经有 童女生子的预言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撒旦的后裔和 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伤这个字是压碎 在希伯来文 他会压碎你的头 你会压碎他的脚跟 在哪发生 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脚跟被压碎 可以这么说 与此同时 他压碎魔鬼的头 哈里路亚 他为你和我完成 我们这些被罪捆绑的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这里的死 如果你想到对死亡的恐惧 你认为神所说的 这些人害怕死亡 属灵的死吗 有属灵的死 在你死后 你知道圣经谈到 第二次的死 被扔进地狱的火壶里 是第二次的死 你认为这些人害怕第二次的死 不 对死亡的恐惧 指的是肉体的死亡 朋友 耶稣已经胜过肉体的死亡 哈里路亚 借这一点 Amen 借着他的死 他也救我们脱离第二次的死 Amen Amen 这种对死亡的恐惧 使人成为奴仆 受到捆绑 因为对死的恐惧 在他们的一生中 他们害怕做某些事 因为害怕死亡 超越文化和种族 超越世上列国 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 不管你是谁 或你有什么样的背景 每个人都有对死亡的恐惧 他们可能会忽略 或某种程度上压抑 但总是存在 他的影子总是存在 他们所做的决定 都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圣经说 他使你屈从 使你一生成为奴仆 耶稣来 Amen 成为肉身 这就是圣诞节的故事 Amen 他死在十字架上 拯救你 释放你 Amen 他死在十字架上 摧毁那拥有死亡权势的魔鬼 因此让我们问自己 死亡的权势 如何临到魔鬼 他原本就有死亡的权势吗 不 死是因为罪而来 神给 神给人的梦想 是人永远不会死 人将永远年轻 健康 平安 Amen 平静 赞美主 享受 祂的祝福 享受 祂为我们所预备 最高的生命 Amen 与神 赐给祂的女人 在伊甸园里享受 从那时起 变满 变满全地 神造人为最高的受造物 赞美主 圣经说 比天使为小一点 神造人来同管全地 但神给了人选择 神说 我要赐给你一切祝福 甚至田野里一切的树木 供你享受 Amen 你可以吃任何树上的果子 但只有一棵树 来表明你尊荣我 那棵树是神种下的 如果一切都很好 自由选择就不存在 如果神说 我给你自由的选择 但神 但神只用好东西环绕你 那就没有办法显出 你对神的爱 你荣耀祂 你敬拜祂 无法表达出来 但如果神允许 在你的生命中 有众多的善 Amen 被神一切的祝福所环绕 神放了一样东西 本身并不是邪恶的 因为圣经说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 包括分辨善恶树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 都甚好 但对人不好 因为神说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以表明你尊荣我 表明你们顺服我 表明你们尊重我 你宣告 Amen 我的主权 Amen 但人变得骄傲 人相信只要 吃这树上的果子 我就会变得有智慧 魔鬼来 蛇开口 使他们 使他们相信 神在阻止他们 如果他们环顾四周 证据就在那里 神赐给他们一切 魔鬼给了他们什么 然而 今天人相信魔鬼 甚至是 我们这些基督徒 人们倾向于 相信魔鬼 能诱惑和破坏 很快相信 而不相信 神愿意 祝福 很医治 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 但我们很容易 相信魔鬼能做到 朋友 这就不对了 真的有问题 人们不太能相信 当他们祷告时 神真的听他们说话 但后来 他们相信 如果他们说了什么 魔鬼会利用他 他们 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朋友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爱总是给予 神赐给我们 最大的礼物 就是他爱子 在圣诞节期间 Amen 当我们纪念 我们的主耶稣时 我们想起 躺在马槽里的婴孩 我们记得他的 他的目的 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死 为什么 因为神爱你 神也爱我 其实我喜爱 在圣经中那一个字 很有强度 耶稣自己说了这些话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如此 这说明强度 神如此爱你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若你信他 不致灭亡 反得 反得永生 哈雷路亚 赞美主 自从亚当犯罪 亚当相信魔鬼说的 而不是神说的 Amen 顺服魔鬼 而不是神 神说 你犯罪的 那一天 在希伯来文 是这样说的 你必定要死 你在属灵上死 与神隔绝 然后 你未来将在身体上 经历死 你必定要死 死是这样进来的 圣经说 因为罪的工价 乃是死 但感谢神 接着说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Amen 赞美主 神从未想要 想要人死 神的心意 从来不是要人变老 有白法 Amen 弯腰驼背 身体会受到疾病 和病症的影响 你知道变得衰败 最后死去 神认为死亡和疾病 都是仇敌 圣经清楚地说 仅没了 所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Hallelujah 肉体的死 耶稣已经胜过死亡 我们期盼他再来 各位 他要再来 赞美主 耶稣所说的一切征兆 Amen 都已应验 其中之一就是瘟疫 我们从未见过 这样的瘟疫 在现代 像我们在过去两年 所看见的 对吗 各位 所以正在实现 气候变迁等等 无论我们谈论 气候变迁 我们对气候变迁的看法 圣经说这是征兆 这是征兆 所发生的这一切 若这些征兆 不是来自神 但神说 全地都在叹息 魔鬼在末后的日子 更努力 因为魔鬼知道 他的时间不多 圣经说 这一切都是 耶稣再来的征兆 当耶稣再来时 朋友 你将得着全新的身体 如果你相信他 你相信他 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你相信他的保险 洗净你一切的罪 当耶稣再来时 你会领受全新的身体 Amen 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 不受罪影响的身体 不会患病或死亡 绝对不会赞美主 你将永远活在 那年轻 在那大能 在那强壮 在那不朽的身体里 当耶稣再来时 不朽坏之事 将成为真实 赞美主 圣经说 他要将我们这 悲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 相似 哈雷路亚 我非常期待 圣经说 就在一煞时 眨眼之间 Amen 我们也要改变 我们甚至看不到死亡 赞美主 但是如果耶稣延后 在我们有生之年 没回来 肉体的死亡 对信徒来说 也不恐怖 这就像踏入全新的世界 如果我的心停止跳动 Amen 真正的我 因为神使我们的灵魂 活在肉体中 对吗 因此 如果 如果我死了 我就会走出我的身体 我可以看见我的身体 我会活着 但我 但我没办法 没办法在身体上表达自己 因为身体就是工具 我可以表达自己的载体 但我不会没有身体 圣经说 当耶稣再来时 你知道 我们将穿上不朽的身体 哈雷路亚 所以即使耶稣延迟 我不这么认为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我相信一切的征兆都显出来了 Amen 他很快就要回来 赞美主 然后 这必朽坏的将成为不朽坏的 一刹时 眨眼之间 圣经说 我们将改变 赞美主 我们将永远活在那个身体里 哈雷路亚 我很期待 胜过死亡的代价 在哪付的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你和我挂在那 在十字架上 他胜过魔鬼 因为他没有罪 他没有犯罪 在他里面没有罪 因此 他是唯一完美的替代 神的羔羊 完美的羊 旧约中 一切其他羔羊所指向的 献祭的羔羊 它是神 罪中真正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 在那十字架上 他背负着你的罪 他在十字架上 用自己的身体 担负我的罪 圣经说 不仅如此 他还担当我们的疾病 在十字架上 他把我们的疾病和痛苦 背在自己身上 朋友们 永远别忘记 诗篇作者大卫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然而 许多基督徒 忘了这些恩惠 圣经说 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有时我们会 记得一些恩惠 但圣经说 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我们必须记住一切 其中提到了五个恩惠 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第一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念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行 这是第一个 代表你的罪 朋友们 他也赦免一切 哪里 在十字架上 Amen 让他担负你的罪 并因你的罪受到责罚 神是公义的神 如果你相信耶稣 神就不能再责罚你 Amen 当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刻 Amen 神看你为义 因为在十字架上 那神圣的转移发生 他为何在那儿 不知罪的人 没犯罪的人 为什么在十字架上 他在那里是神的羔羊 我们的代替 如此 他可以代替你 你就可以代替他 圣经说 神使那无罪的 替你和我在十字架上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神的义 赞美主 他被赶出去 使我们能被带进来 他在十字架上呼喊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何离弃我 你和我都可以喊 阿爸 父啊 父啊 你为什么如此祝福我 Amen 赞美主 耶稣担负我们的疾病 和病症 圣经说 他自己 不是天使 不是别人 他不会交给任何人 来做这项工作 圣经说 他自己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 下一个恩惠是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哈雷路亚 再说一遍 你一切的疾病 不仅是 当神想要医治时 不不 朋友们 圣经说 神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我相信神的话语 我不会忘记这个恩惠 因为我不会忘记 他的任何恩惠 但要记住一切 哈雷路亚 神要医治你的身体 Amen 如果你的身体生病了 神要医治你的身体 我要读一个见证 刚刚寄来的 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姐妹 昨天刚收到这个 见证 这位姐妹说 2021年初 我母亲被诊断出 患有磷状包癌 面部皮肤癌的一种 大约三年前 她因阳光的伤害 她脸上的另一部分 有另一种皮肤癌 我丈夫和我 每天早上都会看 屏幕师的节目 每周日也会收看 她的线上崇拜 我们从她的教导中 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完全明白了 这么多真理 包括我们在基督里 是神的义 我们也学会如何正确 分辨圣餐 在我母亲诊断出 癌症后的一个月里 我告诉她 大声宣告 她在基督里 是神的义 一变又一变 对于接受手术 切除癌细胞 她很紧张 因为她在三年前的 第一次手术中 没有很好的经验 在她预定手术的前一天 我和我丈夫 看了屏幕师的 线上崇拜 在讲到结束时 屏幕师宣读了一份见证 一名男子去看医生 进行手术 治疗她的喉癌 结果医生发现 她没有癌症 我为我母亲做这个宣告 相信这是第二天 她手术时会说的一句话 在她手术的那天早上 我母亲说 她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平静 与安全感笼罩着她 医生首先切除一层薄薄的皮肤 并送去分析 以确定癌细胞 在她的皮肤的深浅程度 在实验室分析后 外科医生带着困惑的表情回来 她对我母亲说 我们结束了 不会再有手术了 在实验室分析过程中 找不到任何癌细胞 这是一个神迹 因为一个月前 活检结果为 磷状细胞癌阳性 担心可能有 可能有根 和延伸到皮肤深处 我母亲说 当听到好消息时 她立刻想到我 和我的祷告 我告诉她 要看见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时 脸上的癌细胞 宣告她的身体是破碎的 好叫我们的身体是完全的 感谢主耶稣 对我母亲和家人 极大的怜悯 屏幕师 谢谢你 以对耶稣基督如此热情的 传讲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看见自己是 兴盛健康成功平安的 因为你教导我们 透过神爱子来看我们自己 哈雷路亚 再美主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他医治 你的一切疾病 接着又说 他救赎你的命 脱离死亡 这是另一个恩惠 神救赎我们的生命 脱离死亡 朋友们 你可以是个健康的人 我的意思是 你一直在断裂 注意饮食等等 只是遇到事故 或类似的事 这是健康领域外的破坏 Amen 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人们说当你的时间到了 你的时间就到了 不朋友们 魔鬼确实存在 他恨你 但有一位神赞美主 他爱你 他赐下爱子为你的罪死 付出代价 叫你得健康 Amen 得刚强 赞美主 你们一切的罪 Amen 都得赦免 同样的神 他给你的恩惠 也包括救赎 你的命脱离死亡 注意救赎 代表已经偿付了 使你被拯救 或从毁坏中 被拯救出来 因为 因为罪 因为我们得罪圣洁的神 Amen 因为罪 附加伴随着 随之而来的责罚 就是死亡 疾病 毁灭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 流出保血 保血洗净 洗净我们的罪 而那血 就是救赎的血 那保血救赎你 这代表救赎 这个字的意思是 把你从 罪的奴隶市场中买回 从死亡 毁灭中 赞美主 他已经买赎你 所以圣经说 神的恩惠之一 我们需要每天宣告这个 恩惠 我的心 我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赞美主 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所在 朋友们 并不是耶稣的诞生 拯救我们 而是 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Amen 以及他的复活 哈雷路亚 医治你的 一切疾病 一切 他救赎 你的命 脱离死亡 我们来到四个恩惠 圣经说 以仁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 神喜爱 以恩惠 赐给他的儿女 Amen 为冠冕 希伯来文的 仁爱这个字 是 Hasad Hasad 就是恩典 恩惠 神 环绕你 冠冕 不像你戴在头上的皇冠 在希伯来文是 Atar 冠冕 其实是环绕着你 就像你在这个圈子里 你其实被环绕着 有荣耀和尊贵 笼罩着你 赞美主 这是神的恩惠 遮盖了你 这是神的恩惠 你被加冕 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有恩惠 赞美主 有个领域 我们不会有恩惠 那些恨神的人 那些不想被提醒 他们有罪的人 圣经说 他们迫害我们 圣经说 事实上 圣经应许说 凡利智 在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 那些信徒 Amen 在基督耶稣里 必受逼迫 那是我们没有被救赎的部分 赞美主 在天堂这一边 那是圣经在新约中 谈到唯一的苦难 Amen 其余的耶稣在十字架上 带走了 朋友 无论我们在四周 看见什么 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 Amen 这就是恩惠 赞美主 以仁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 以仁爱为你冠冕 亲定本说 温柔的慈悲或怜悯 这个字 其实是母亲对孩子的爱 Amen 希伯来文的Rakam 其实也用于女人的子宫 子宫这个字 他的子宫滋养孩子 温柔慈悲 这个字就像这样的 神以恩惠环绕你 你被缠绕着 像一个茧 在他温柔的怜悯 他的爱当中 你感受到神的爱 这就是为何 你不必去错误的地方 寻找爱 因为当神赐你冠冕时 朋友们 你感受到你是被爱的 Amen 每一天都是被爱着 到各处去冒险 Amen 你不是试着爱 你是被爱的 你越是明白你是被爱的 就会去爱 爱你身边的人 Amen 你甚至可以忽视 对你所做的恶赞美主 为什么 你是神所爱的 Amen 你是神所爱的 你知道 老鹰 老鹰其实有对手 天空中的鹰 我们认为 天空中的鹰 是空中之王 但其实老鹰有对手 而鹰的对手 其实是乌鸦 乌鸦所做的事 乌鸦会到老鹰后面 有点像是 就是 就是很烦人 比如在鹰的翅膀上 或腿上 从后面 啄一下 然后因为 他们更具 更具机动性 身材较小 当老鹰转身时 他们已经离开了 他们飞离老鹰 鹰的对手 总是他们身后的乌鸦 希望他们能放下 爪子里的食物 他们希望老鹰会丢下 会丢下一切 这样他们就能有食物 他们总在刺激老鹰 你知道老鹰怎么做 老鹰不会反击 老鹰飞得更高 Amen 老鹰飞得更高 朋友 当人激怒你时 如果有人只是讨厌你 不喜欢你 你就走得更高 恩惠是 神已经以慈爱为你的冠冕 恩惠和怜悯 当人敌对你时 记住只要走得更高 他们不能跟着你 因为只有老鹰 才能飞得那么高 神的百姓是鹰 单单他们是有 慈悲 慈爱 恩惠为冠冕的 Amen 你就走得更高 当人们批评你时 就走得更高 Amen 当人们论断你时 就走得更高 哈雷路亚 不要报复 不要降到他们的水准 Amen 别花力气 专注于他们 因为他们想从你那里偷取 神给你的恩惠 所以不要理会 只要飞得更高 Amen 享受乌鸦 无法去到的新鲜空气 Amen 朋友们 神已经以恩惠 和赛和怜悯 为你的冠冕 Amen 最后的祝福 最后的恩惠 不可忘记一切 让我们不要忘记最后一个 即使最后一个 我记得在一个地方传讲 这个恩惠 有些信徒不高兴 我传讲这个恩惠 他们说 我们同意你说的大部分内容 但这个部分我们不同意 这不在于你同不同意我 而是你是否同意圣经 圣经说 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第五个恩惠是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 得以知足 以至你如鹰 返老还童 Wow Amen 知道吗朋友们 正经说 神想要使你再次年轻 这是他给百姓的恩惠 他用美物 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至你如鹰 返老还童 Amen 为什么如鹰返老还童 因为老鹰 这种鸟 当它变老时 它会褪皮 它会有褪皮阶段 它羽毛会脱落 Amen 其实在高总悬崖上 看起来可怜 看起来很糟 Amen 看起来很老 看起来不再像老鹰 失去所有羽毛 但是他在那个悬崖上 在山壁上等待 是有目的的 他在太阳前等着 经过几天 只是等待 好 享受微风 享受阳光 那象征神的光亮 照在你身上 Amen 享受祂的祝福 老鹰身上发生一些事 新的闪闪发光的羽毛 新的羽毛出来 Amen 然后 它从悬崖上飞下 Amen 它飞得很高 这一次 它有一个年轻的身体 但一个有经验的头脑 这就是神想要你拥有的 即使在你的 你的晚年 神说神可以使你 如鹰 返老还童 我对年轻这个字 做了一个研究 我想知道 神对我们年轻的看法 是什么 Amen 他想更新 我读到希伯来文 年轻有不同的字 不同阶段的年轻 就像我们说 一个孩子 然后我们有 有青少年 Amen 然后我们有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三十多岁 这里 希伯来文的年轻 其实是青少年时期 年轻 少年时代 神要满足 神要满足你的口 使你有十几岁的年轻 Amen Hallelujah 会被恢复 会被更新 像老鹰一样 字面上真实的更新 别忘记 这个恩惠朋友们 领受它 Amen 我们在圣经中有例子 例如 亚伯拉罕的妻子 萨拉 她老了 她不能生孩子 其实当她年轻的时候 就是不孕 不能生孩子 但她老了 已经九十岁了 有一天 主带着两个天使 来到他们的帐篷 探望他们 主说 到明年这时 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一开始 他笑了 他说 你知道 我既衰败 我主也老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他笑了 其实 因为他们笑了 神说叫南海喜笑 他的名字叫以萨 以萨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笑声 主来到他们当中 在一种非常自在的氛围中 在美主 Amen 他要这样对你 神想要 神想要 进入一种交通 一种与你之间的友谊 其实他没有把他的秘密告诉亚伯拉罕 在那特定的时刻 关于他 想做什么 当他下到索多玛汉 俄摩拉时 想看看 他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亚伯拉罕 但儿子的应许 给了他们 那么神赐他们什么恩惠 他们老了 亚伯拉罕 当时大约一百岁 他的妻子大约 大约九十岁了 神更新 他们两人的青春 也至于 他们能够 生下孩子 他们生一个儿子 在美主 朋友们 那个孩子 名字叫以萨 Amen 因为笑声 但这一次 是信心的笑 是喜乐的笑 圣经说 撒拉 因着信 连撒拉自己 虽然过了 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我相信 这就是更新的秘诀 因着信 你必须相信 当神说 他要使你如荫返老还童 你说Amen 你说Amen 你相信神 你领受 不要怀疑 你不质疑 这怎么可能 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 某些东西 不再起作用了 你知道 科学告诉我们这一点 科学也证明这点 朋友们 神不受科学的限制 神创造科学 但神超越科学 神机代表 超越时间和空间 超越科学 赞美主 我们行事是凭信心 不是凭眼见 神说了什么 我们就相信 Amen 朋友们 称颂主 不要忘记他 一切的恩惠 一切的恩惠 都在那出生的婴儿身上 生在马槽上 象征他 生来喂了死 不只是生来喂着死 更是放在喂食槽里 作为我们的食物 Amen 我们吃 他称自己为生命的粮 你拿粮做什么 来吃 很多人把耶稣当作榜样 这很好 没错 但这不是神拆他的主要原因 神拆他来 让我们以他为食 如果我能这样说 来用他 Amen 用他作为我的 我的养分 用他作为我的信心 用他作为我的意 赞美主 他喜欢被使用 事实上 那些在他 在世上时使用他的人 有一次他累了 坐在井边 他服侍那个妇人 那妇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汲取于他 妇人只是从他那里汲取 他很疲倦 但他从他身上取了更多 后来他的门徒回来 那妇人回到他的 回到他的村庄 门徒来 门徒们看见他 重新充满活力 和他们离开他的时候 不一样 之前很疲倦 他重新焕发活力 你越是用主 你越是从他那汲取 你越是从神那汲取 神喜爱如此 大卫说 我拿什么报答 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扬耶和华的名 神 神是 神是这么说 如果你想赞美和敬拜我 因为我给你们的一切恩惠 大卫说 我该如何回应他所赐的恩惠 神说 再拿一些 多汲取些我的能力 再汲取些我的爱 多汲取些我的恩典 再享受些我的恩惠 多汲取些我的祝福 哈雷路亚 这个圣诞节 你为什么不从主那里 得着更多 Amen 赞美主 谢谢你耶稣 最后让我们来看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什么 路加福音二章 我们读到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殿里 没有地方 好 句子的结构 其实 可以说 因为客殿里 没有房间 但注意怎么说的 客栈里 没有他们的房间 ESV版翻译出来 因为在客殿里 没有给他们的地方 看见吗 没有他们的房间 并不是说 客殿里没有房间 客殿里没有 他们的房间 你知道 可能如果你很有钱 你有些关系 你会有空房间 但没房间 给他们 神的儿子出生 在贫穷的家庭 你可以做各样的争论 他出生 他出生在 富裕的家庭 并没有 降临在 约亚境 王室的诅咒 叫剩余的人 变得贫穷 耶稣出生在一个 贫穷的家 当然 当智者来的时候 他们带来黄金 乳香和墨药 献给主耶稣 但那是 我相信 这些财宝 这些礼物 帮助他们 逃到埃及 躲避西律王 对吗 但出生之前 他的家庭 是贫穷的 但他很富有 他造出 造出天上星星 Amen 甚至 甚至造出 钻石黄金和白银 以及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财富 所有的丰富 他变得贫穷 圣经说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当然 像我说的 各位 黄金 乳香 墨药 在当时非常非常的贵重 是那些 智者 耶稣出生时 东方 三博士 献上 这三样 OK 在十字架上 耶稣变成贫穷 Amen 为什么 耶稣 耶稣他拥有了全世界 为什么要变贫穷 好让你和我 因着他的贫穷 能得富足 全在十字架上 朋友们 Amen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 第一个恩惠 Amen 就是他赦免你所有罪 赞美主 为什么 因为代价都付了 在十字架上 Hallelujah 神爱你 Amen 各位 今天在世界上 最大的问题是 自私 自我中心 Amen 人能想到的只有 追求财富 追求享乐 享乐主义 对神 没有心 各位 人可以试着遮掩 用 你知道 用道德 对吗 但没有用 罪存在 一直都在 一般来说 都是逃避 不管怎么逃避 只证明 罪存在 我记得读过一个故事 一对美国人到俄国去 参观了当地的动物园 在逛园子时 感到很惊奇 他们看到一个园区 上面写着 共存 那个园区名为共存 有一只狮子 身边有一些羊在园子里 好 男人想 他看见牌上写着共存 又看着羊 非常靠近狮子 狮子看起来很平静 很满足 可能刚吃饱 对吗 但狮子 狮子和羊 怎么能 怎么能共存 于是他问 他很惊奇 问了管理员 关于这个 这个共存的园子 怎么做到的 狮子怎么不会 攻击羊 对吗 怎么共生的 管理员说 这很简单 OK 偶不识的 多给一只羊 所以你看 狮子的天性 会吃羊 对吗 这天性一直在 所以我们能给一个 共生的假象 但是天生的敌对 对立和 偏见 自我中心 一直都在 朋友们 耶稣来征服了罪 罪就像癌症 你必须明白 各位 在十字架上 耶稣胜过了 罪的 癌症 他爱你 Amen 爱你到完全 赞美主 各位 若你所爱的人 得了癌症 Amen 你不爱那癌症 你爱那人 而且 你痛恨癌症 你有多恨癌症 就看你多爱那个人 你越是爱那个人 就越痛恨在他 身体里的癌症 怎么分开 你要了解罪 罪就像人身上的 癌症 神爱人 神不喜爱罪 神痛恨罪 因为罪像癌症 毁掉神给你的 一切 美好 当第一个亚当犯罪 罪进入 进入全人类 但是啊 圣经称耶稣 是末后的亚当 当这亚当 当这人 挂在十字架上 赞美主 圣经说 第一个亚当 第一个人 他犯的罪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 罪人 照样 因最后的亚当 因一人的顺从 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顺从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哈雷路亚 各位 你会犯罪 因为你是罪人 你是罪人 因为亚当犯罪 而今天 当你相信耶稣 你就是义人 你会行义 赞美主 你不需要行义 来成为义 你行义 因为你是义人 如何成为义人 因义人的顺服 不是你顺服 是义人顺服 嗯 他使你成为义 赞美耶稣的名 哈雷路亚 这不就是好消息 朋友们 我相信 神要进入你生命 进入你家 进入你生命中 黑暗之处 你可能在挣扎 有忧郁症 有着毒瘾 你可能有 破碎的心 你可能不喜欢自己 你讨厌 但怎么改变 靠意志力 无法改变 你知道 你非常了解 Amen 真改变 从里到外 只有神能做到 只有耶稣 能改变你 Amen 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 当他挂在树上 三个小时 黑暗笼罩大地 天空陷入黑暗 他挂在那里 借在天和地之间 好像天不愿意接纳他 地也拒绝他 他为我们在那个位置 因为在那时 这些都不是意外 神计划好的 因为十分圣洁的神 公义的神 无法接纳罪人 不管神有多爱人 有罪就不行 就像杀人犯 不能轻易释放 强暴犯 也要受到审判 犯罪要受审判 但神爱你 他不想审判你 那神该如何维持 公义和圣洁 同时又使你称义 无罪 怎么做到 奇妙的福音故事 就是圣诞节的故事 当神拆派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是无罪的 当他代替我们 Amen 意思是我们今天取代 他的位置 他代替我们 我们取代他 他代替我们被神 拒绝 我们患得 被神接纳 得恩宠 他承担我们的罪 受到极大惩罚 为了我们的罪 好让今天的我们 能领受 属于他的所有祝福 真正享受并赞美神 哈雷路亚 耶稣怎么在十字架上 成为罪 不是犯了任何罪行 就像我说的 圣经说他没犯罪 那他怎么成为罪 承担我们的罪 今天我们怎么成为义 领受他的义 Amen 就像耶稣 没犯任何罪 却成为罪 他承担我们的罪 所以今天我们 没行义 却能称义 我们领受他的义 Amen 所有义人能得的益处 和祝福 临到我们 Amen 因神使我们在基督里称义 就像在十字架 耶稣代替我们的罪 所有咒诅临到他 所有审判临到他 让我们 能被接纳 得恩宠 蒙祝福 满有恩惠与怜悯 Amen 疾病得医治 Amen 从毁灭中得拯救 就连衰老 都能如鹰 烦恼还童 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朋友们 若这是你 你想跟我一起祷告 来信靠耶稣基督 你将永远记得 这个圣诞节 Amen 这将是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决定 因为你信靠了它 将进入永恒 Amen 朋友们 永恒存在 在地上的生活 是暂时的 要进入永恒 Amen 选择生命 选择耶稣基督 现在跟我一起祷告 Amen 若这是你 你想信靠耶稣基督 或者你曾是基督徒 Amen 但觉得离神很远了 Amen 这是好时间 在圣诞节 回到主面前 Amen 跟我一起祷告 说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赐下爱子 耶稣基督 他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他代替我 受惩罚被定罪 而我 得到了 他的祝福 和公义 我感谢你天父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我的救主 我全心相信 当你叫他 从死里复活 他为我胜过死亡 我相信他 胜过死亡 哈雷路亚 从现在起 我不怕死亡 赞美主 感谢你天父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你叫他 从死里复活 使我无罪 得以称义 天父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 Amen 真是美好的圣诞节 你永远会记得 今天Amen 是你接受 耶稣基督 信靠他 并且得救 开始 期待 别忘了 我们说的恩惠 Amen 赞美主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请大家一同起立 如果可以 和你的家人 一起牵起手来 一起领受 这一周的祝福 在这一周 几天后 就是新年 主每一年 都给我们主题 不同的主题 一整年的 主导的主题 意思是 他会做的 为我们教会做的 他给我的事工 还有跟随我们的 他给我们主要的主题 赞美主 要期待 听神的话 Amen 同时 也保守你的生命 按照他要做的 在你这一年的生命中 赞美主 哈雷路亚 Amen 愿主 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交通 在这一周 与你同在 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圣诞快乐